比如說有的公司它把這個 Coupons放在你的手機上 所以你去買東西的時候 你只要讓他們來scan你的手機 然後Coupons就生效了 或者是有的把信用卡放在你的手機上 然後你就可以來測試這個信用卡 在使用的方面 對於消費者是是不是用的恰當 那這方面的就是消費者方面的 這種軟體的測試 他們的例子就非常多 好我們先來休息一下 再馬上回來 好觀眾朋友歡迎回到生活百分百 那接下來我們再請Michael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職業轉型到底有多麼容易呢 Michael是在位於 Mountain View Prono Computer School的一個主持人 所以Michael,告訴我們 如何容易做這種行業的改變 例如說有些人是移民 或有些人現在沒有錢 或是被剩下的 如何容易做這種行業的改變 讓他們成為一個QA測試者 我認為 難度是從 最難的是自我你要有這個決心 如果您持之以恆 那一定會見效果 最難的是自我你要有這個決心 如果您持之以恆 那一定會見效果 但你需要有誠意 去獲得必須的技能 這是最難的 最難的 最難的 那從一開始的話 您並不是需要 已經有這些 就是科技方面的技術上的一些技能了 那通過三個月左右的培訓呢 您都會慢慢地會學會 最關鍵就看是 您有沒有這個決心 所以給我一些例子 給我一些例子 人們沒有任何技術的背景 如何成功 在這個培訓呢 最近我們有一個 35歲的男人 他從俄羅賀來 他從俄羅賀來 他在那裡 他在那裡 他幫助他 他在製造工廠 那最近他們有一個學生 是烏拉圭的 35歲的律師 那到美國來之後呢 他沒有辦法當律師 但是他還要養家 他糊口 所以就是 給別人清洗地毯 我們有 我不會說很多 但是有些女生 在30歲 可能是 可能是 早40歲 進入離婚 現在 要支援自己 他們 要求 他們 要求很快的 所以我們有這些 另外還有一些 他們的學生 是 比如說 三四十歲的 中齡的女士 因為離婚之後呢 他們要自己來維持 就是說 支持他們自己的生活 那他們希望有一個很快的 這樣的職業轉型的機會 那他們這個學校呢 就是提供這樣一個非常好的 很快的 讓你能夠 從事一個職業的機會 我可以給你一個例子 我給你一個例子 這個令我感到十五歲 以後 十五歲的工作 這兩個年紀 二十歲 二十歲 離婚後 二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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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離婚了 那她第一個工作 在 Adobe 拿到的一個小時候 付四十塊錢 那她是經過 she went to the training from your school 那她就是經過 Michael 他們的學校 但她被選擇 因為她說韓國 她說韓國 他們需要有人 去測試韓國 它的軟體 如果妳說 一些語言 我會說 日本語很流行 中國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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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需要 人們 在不同的國家 那位女士 她被雇用的原因 最主要之一 是因為她講 這個土耳其話 當然現在很多軟體公司 他們的軟體 都是有各種語言的 像日語 中文 這些德語 法語 都是非常重要的語言 這些都是非常 很好的就業機會 所以妳說 麥可說 妳的學生 得了三個月 的教育 學習 而且他們也有 保證的職業 那些公司 會提供這些職業 如何找到他們 我們找到他們 通過我們的學生 我們開始在1994年 我們有3000 工作學生 因為 麥可他們學校裡面 除了三個月的 在教室裡面的 培訓之後 還有另外三個月 保證你能夠 有這個實習機會 那他們的 因為他們學校 從94年 就已經是開辦了 所以在矽谷 是口碑非常好 是非常有名 最老資格的 職業的 培訓的這樣的學校了 那他們很多的 畢業生 就回過頭來 來招新的學生 做實習生 那經過他們的學校 大概十年培養出來的學生之後呢 他們那些已經畢業的學生 現在已經在公司裡面 處於是做決策的 這樣子的位置了 因為在那些實習的機會中 有的是付錢的 有的是不付錢的 但是幾乎50%的實習機會 最終就變成了正式的工作 所以這很棒 這是真正的一步 進入真正的工作 我會說 有些人很興奮 在移動速度 有些人最主要 讓它們 讓它們行動 他們可以拿到 15元 一小時 他們可以留下來 等到他們要去 走 有的人可能 第一個工作 他就滿足了 所以他也不換工作了 但有的人可能 他比較 要想賺得更多 再去另外一個工作 讓我問你 Michael 人們可以去你的學校 因為他們說 我們想要人們 在軟體測試 如果他們去市場 他們會有任何工作 他們沒有任何工作 他們沒有任何職業 剛才我問到 為什麼這些 硅谷的這些高科技公司 他們要來雇 Michael學校的學生 而不是雇 從其他學校 畢業出來的畢業生 那Michael講 就說 在他們的學校 他問過有一些雇員 就是公司 那他們說 在Michael學校 畢業出來的學生 他們就是非常的 committed 他們就是有這個 經驗 然後就說 非常的敬業 那其他的學校 畢業出來 他可能對 QA testing 有興趣 可能又對其他 有興趣 所以就說 不是那麼的敬業 所以我們已經到達到 結束了 我們的課程 告訴我們 一次的機會 在QA測試 QA測試 測試 我會說 資料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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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QA測試 測試 測試 那麼剛才就是 我們最後來看一下 這個QA測試 他到底 職業前景如何 那Michael他說 雖然就是 Developer的話 賺的錢可能 比QA測試 會多個20% 但是作為QA測試 來講 他所要 就是工作中的壓力 要比 Developer要少很多 所以從這個方面來講 作為一個QA測試 他實際上是 賺的錢就更多了 那經過5年之後呢 能夠賺到6位數字 就是10萬以上的 是非常有可能的 好 那今天我們節目 就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大家 那下面呢 大家可以打電話 跟Michael學校聯絡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my pleasure